原标题,商人托建240元执行费成了老赖,生活处处受限指教苦。 刘先生是黄冈人,在深圳做物流生意。 2015年10月,他被法院列入时信被执行人名单,成了人们俗称的老赖。 刘先生查询相关信息后发现这都缘起于2007年他与武汉一家银行的一场关系。 法院判决后,法院认定他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将其列入时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0年就把银行的钱还了,怎要三位履行引入呢? 刘先生认为自己很冤枉,买机票时得知成老赖。 刘先生是黄冈人,在深圳做物流生意。 2015年底,刘先生打算从深圳坐飞机回湖北老侠买机票时才知道自己早已被江岸区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成了老赖,禁止坐飞机。 刘先生回忆,他2004年在武汉办的信用卡透支后没能及时还款。 2006年,刘先生的持卡银行将他速至江岸区法院。 次年3月,刘先生无故为道庭,法院缺席判决他偿还银行本席,持缴费,超额费共计2.2万多元。 他为履行判决,2007年7月将案区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他履行法律文書所确定的全部义务,并承担持缴旅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持缴旅行金及本案执行费。 刘先生说,法院的判决他还是从银行律师那里得知的。 至于那份执行通知书,他并没有见过,2009年他从原单位内退,想到要去深圳经商。 不执行法院判决会影响日后做生意,便于2010年5月还了银行的钱。 没想到后来还是被法院列入了老赖名单,成了老赖后处处受陷。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被列为老赖后处处受陷,飞机不能坐,买不了高铁票,也不能住高档宾馆。 此外,做生意时,客户一般要查验他公司资质。 有客户得知他被列入时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不与他合作了。 更要命的是,他的资金因此受陷,很多金融机构都不给他贷款。 刘先生打开手机上的一家知名金融机构的APP,指着自己的信用评分说,他以前的信用评分有600多份,而此后瑞减为350分。 国家对老赖的限制很多,我真的受不了。 刘先生说,为了能将生意运转下去,他只得着高利贷借款,增加了运营的成本。 而且,他原本打算在深圳买房,没有银行愿意给他贷款。 刘先生说,他早已还款,是因为银行没搞清他的还款情况,未向法院说明。 这才导致法院认为他没还钱,最终将其列入名单。 刘先生向银行以及法院反映情况后, 2016年1月7日,银行信用卡中心将刘先生还款情况向江岸区法院说明。 很快,法院做出执行裁定书,将刘先生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了。 但是刘先生并不满意,他认为法院虽然将他从名单中删除, 但他的负面信息人会被各家征信机构记录在案,且长达五年,对他影响很大。 在他看来,法院应该做撤销处理,只有撤销才表明他根本就没有失信行为。 法院表示将他列入名单没错。 记者从江岸区法院获悉,从刘先生怀款后至被列入名单前的五年间, 银行以及刘先生本人双方都为案规定将案件执行情况向法院报告。 已还了银行前,还将其列入名单有无问题。 江岸区法院执行局刘法官表示,将刘先生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没错。 刘法官说,2007年,该院向刘先生发出执行通知书时, 已经明确令他履行法律文書所确定的全部义务, 并承担持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持延履行金及本案执行费。 2015年,该院在清查案件时发现,刘先生没有将案件执行费240元交至法院。 据此,法院依法将刘先生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即使刘先生早已经还清了银行的欠款,但不交执行费, 刘先生就不能算履行法律文書所确定的全部义务。 直到今年2月,刘先生才到法院交清了执行费。 法院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时有否告知过刘先生。 刘法官表示,将其列入名单前, 法院依据相关规定在法院公告栏进行公告, 程序履行到位。 得知刘先生已经怀清银行欠款后, 该院认为其主债务已经偿还, 将他从名单中删除。 交纳了执行费之后, 法院又做了屏蔽处理。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平台上才查不到刘先生的名字。 如果刚出刘先生全面履行了法定义务, 就不会有后续这些麻烦。 刘法官表示, 来源楚天都市报, 责任编辑张玉。